切開牛排鮮嫩多汁再搭上綠色蔬菜色香味俱全 不過這樣的餐點對某些席日奧運選手來說可能似曾相似 重現1964年東京奧運選手村自助餐 這是日本橫濱一間飯店 特別選在本屆東奧前夕推出的特色菜單 要來重溫當年選手的餐點 在日本的餐料中有多國籍的餐料 在那時候 然而今年受疫情衝擊 選手們用餐出入受到限制 住宿餐飲觀光經濟就不如日本業者預期 甚至比去年少了很多 不過有五星級飯店 動腦筋推出官賽套房 只要訂房就送免費餐點吸引顧客上門 而今年的無觀眾奧運賽事也掀起另類欣賞機 下日外送平台訂單大增 專家就預測今年日本外送規模 將比2019年成長近四成 不少業者轉往外送發展 希望能多少彌補疫情下生意上的損失 TVB的新聞綜合不倒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